不要只讓你吸收的 怎麼會叫你吸收的 你喝我五月國酒 幾萬的 那你還在裡面什麼東西嗎 不知道嘛 結果你也覺得 這很好很好 結果還有我家的對身體不好 我吃過了 從我們的東西開始 你喝了 打到不痛 人家覺得會水中 會燙 還不再打到不痛 我跟各位分享 你可以在大哲人裡面 找到很多奇妙的東西 比如說前幾天我們在割小麥 我就跟金國說 金國你看這個小麥 就是吸管 對不對 你就用它來吸吸看 我們做出來的飲料 那是多麼美味 我曾經用芹菜的梗 那個中空的地方 去吃一個紫書加梅子 結果就有一個專門包裝的 做包裝的設計師 他吃了我的東西 吃了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這個 他一直想要 他一直想要講那個館子 我不要講館子 我是要講這個 他說可是他一直想講那個館子 因為那個館子太美妙了 還有一個我做的豆腐乳 他吃完了他告訴我說 這是鹹的冰淇淋 另外一個朋友吃到我的豆腐乳 跟我講說這是蝦膏 你覺得可以好到這樣 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是一個農民 他很大的一個本錢叫做時間 不要吃 凡事都是慢慢做出來的 他自己會醞釀一把 所以我們人呢 是做小小的事 上帝做大大的事 我們只負責栽 他負責掌 我們千萬不要去代替上帝 他要做的時候你的手去了 對不起 那個就不算了 今天我們很多事情 都是自己的手伸過 想做神做的事情 這是不應該的事情 所以把人的事做好 靜待神所做的成功 他的成功才是成功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觀念 做我們的農業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我也會有的時候 會有人請我到中國 去跟他接社稷 我去前年的下半年到 去年的上半年接了一個案子 就是設計他的農村洞見 你看我們做這樣的人去 人家給我們一百多萬啊 我很大膽的告訴他說 如果你要做很高格調的農業 而且不要太用力的農業 你必要留勝利 就是你敢不敢留出十分之一的勝利 就這十分之一是不用的 你就放著 讓所有野生動物來串 你看看你的種子會強到什麼程度 那部分人是怎樣 那個小黑粉都挖掉了 所以就會不堪氣 所以我想用這樣的概念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概念 慢慢一起做 我覺得我跟金國一直講說 金國啊如果你只要願意來這邊 這個山裡面掃馬路五年 你就是一個目前人 看他知道他就想說 啊這是什麼話 怎麼會是掃來這邊掃地掃五年 你知道掃到什麼嗎 掃到你看他上面的是葉子對不對 底下全是蚯蚓 就掃回家 那個癌症患者吃了 精神非常的舒服 雖然不是小小的油漆 不是那樣的東西 所以循環農業就是進來的東西 不是大量去買進來的 出去的東西 所以我的排水呢 是我的水溝 我原來買那塊地的 他水是往後排的 大部分的水都是往後排對不對 藏起來對不對 尤其是工業污染 我的水是直接往大門後排 我告訴我員工說 每天有人在看你 看你怎麼辦 所以他必須要對清潔器的使用 非常的謹慎 所以我的海水溝裡面長有丁螺 這是阿美族的人 所謂的刺桿的用藥 丁螺 結果他就把蝦子 大家注意蝦子如果你有機會 到裡面去掃 你把蝦和蝦跟丁螺一起煮 放點鹽巴你吃吃看 你絕對捨不得給別人吃 你再好的人你都覺得說 你只能喝我一半 你不能全部喝掉 好吃到幾點 這就是大自然的味道 而不是每天在講什麼 什麼什麼 五星級什麼料理 什麼瓜哥啊 好的食物不需要料理 好的食物不需要料理 所以可見那些是商業操作 那些都是商業 所以我們不要 像比如說講烤麵包 他說誰誰誰烤麵包第一名 我說那是烤麵包的人給他定第一名 你小時候有沒有吃過烤麵包 華人沒有人吃烤麵包的啦 大大有問題啊 所以你說我小麥要做什麼 我當然是煮麥飯喔 我小時候的阿嬤 他人用那個麥飯滑滑的就煮了一點麥飯以後 就叫我說你乖一點 你每天把那個蚵啊鴨放出去以後 後面那個地要掃乾淨 所以他信守承諾 他煮麥飯的時候就等我回來 放點黑糖 我告訴你這個美味一直到現在 仍然沒有忘記 那個味道 那個是永生不滅的味道 不是在人家請我去哪裡吃的味道 都不是 那個想念那個 那個幾代的關係就建立在 媽媽的阿嬤的那個味道 一直到現在沒有忘記 也是促使我 一直去工廠做又跑回來 跑去工廠又回來 我一直都聞到臭的味道又跑回來 我媽媽說 你怎麼一天到晚 你一年二十四個老闆 然後從來沒有吃過 人家的味道 從來沒有 每次都跑來 他說又不知道什麼事了 又說那個太臭了 又說怎麼樣了 水溝都紅的 他說水溝紅管你什麼事啊 我說水溝紅 我沒有地方可以玩水啊 沒有地方 他說你出去工作你要玩什麼水啊 我又跑回來了 每次借口就跟媽媽說 回來了借口就說 哎呀你那個糞坑沒人挑啊 我媽媽 他就知道我犯了什麼毛病啊 他不知道我裡面 有他的元素 有他給我建立的那個觀念 所以 我會常常跟我弟弟講 我媽媽是一個 不識字的教女家 如果我願意聽我媽媽的故事 我會跟我弟弟講說 我跟你不同一個媽媽 我弟弟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怎麼會不同一個媽媽 我說因為我是長大 我媽媽養我的是唱歌的欸 等到他們出生一個一個 他已經來不及 講話都沒時間 他可以唱歌啊 所以有很多東西 所以他比如說他跟我講 他說我這樣講啊 他說 五月三重重 七月窗房公 是什麼 這種芋頭啊 五月的時候啊 培土培到高高的 七月就會像晚公一樣 他有很多東西 當然他不是用這種母調 那個母調我有點忘了 就是就是用有點名唱 他是多麼優美的 可是當他生小孩子 越來越多 越來越彎 越來越多不懂的 越來越沒有話語的 到後面用媽的 所以我 有個弟弟知道被他照 我就知道那個負擔有多重 所以我非常有幸 是我媽媽第一個照顧的小孩 所以我看到了很多真實的世界 一直影響到 所以我媽媽跟我講 他說 我原來以為你會餓死了 沒想到你還有房子可以租 他其實始料未及的 所以農業可以大翻轉 所以有一切都是他建立下來的根基 所以有很多人問我說 你做農業的基礎是什麼 我說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熬世這個世界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所有的人 剛剛經過講的 都是從像鬼拿藥土 把自己的根基逗掉 要移植別人的東西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地方土養地方人 要適地適中 要適時適中 這是農業的幾個基礎 我最近一直告訴經過幾個 植物的特性 像地性 像水性 像光性 這幾個特性 如果你掌握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生他 可以滅他 比如說我小的時候 媽媽跟我兩個人 就有一天她告訴我說 等你長大一點喔 我給你留長髮 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有一次 我媽媽帶我去燙頭髮 燙頭髮 又去給我看鏡子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就一直躲來後面 他說 我說我不敢進去 不敢回去給爸爸看到 他說沒關係 我說爸 他會說我頭變大了 我去蹲那時候我是五歲 媽媽又說 頭大表示忠靈啊 講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他就後來就帶我到田裡去 他說這個草 我就說要割草了 他說我教你 就綁辮子 等你長大了 你就留辮子來綁辮子 他就拿那個草來綁辮子 我不知道金伯今天有沒有帶來 相片 就是用那個草來綁辮子 今天我們用這樣的概念 叫做折草 草原來是這樣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向光的面會比較平 向背光的面會比較粗 當你把這個顛倒的時候 這個草就會死 因為那個作用已經被我們翻轉了 所以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們說 我們要做一個吃井大地 把台灣的農業送到這個世界去 把我媽媽的農業送到這個世界去 有沒有可能 非常的漂亮 假設各位種 如果你是種水果的 你真的可以來我這裡 我真的好好的教你 你把這個草好好的折 你砍三次草 我折一次 我折一次草就好了 喔對 就是折草 這個 好 我上面有日期 現在是2月17號折的 就是另外一個折的 你有沒有看到折這個草 好 這個用對照組 這個是那天砍的 好 他這過的已經到25號 他過了 好 這個開始漲了 然後我們再回去看那一塊 他才這樣子 還沒有乾掉 好 有沒有漂亮 他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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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且呢如果是一個漢地 他可以 他砍掉 比如說你把草砍掉 因為 他一離開他的母體的時候 他的葉子會變小 所以遮光率變小 但是他因為他這樣遮光率很高 而且也是動物會在底下串長 這個是微生物可以進來 而且 好 像這個我就折一折而已 這裡面種一顆苦瓜 有沒有像一個鳥撥 好 那我們苦瓜長很高 他沒有死 好 等到我們苦瓜爬起來 他長起來他已經追不到我 所以我就不理他了 用這樣的方法 這是會讓整個台灣美麗 所以我們台東的 搞政治的家伙 都說他要給我們帶來經濟 給我們什麼東西 可是他一直鼓勵 給人家補貼那個什麼殺草劑啊 你覺得有什麼可看性呢 一群蠢蛋 所以 像這個 在旁邊就直接 這就是一棵樹 一棵樹 原來是這樣子的 弄茂密 把這個樹全部起來了 就看到了 他的光就看到了 所以像這個東西 你把它弄在大地上 好好的規劃一下 會非常的漂亮 那你折草的時候 你也可以不要把它折受受傷 因為你把它折受傷的話 刺激他長得會比較快 如果沒有受傷 我只把他扭過來 我把他扭過來再墊下去 把他就是這樣翻過來 他就開始搞不出那個方向 走不出路來了 但他搞很久 所以像這個都是我們的研究 所以這個需要更多人來論述 所以我們才說一個農民學院 他是需要科學家跟老農一起工作 所以我也打電話問過郭華仁老師 他原則上就同意我們的 郭華仁是那個台大種子研究所的 他對種子的研究 對一些那樣的研究 還有就這樣子嗎 就是折草的 這個嘛 是 這個嘛 是